最近呢很多网友问我美国的物价现在暴涨到什么程度了 今天呢咱们来超市里看一下做个视频 看看现在的价格洛杉矶真实的物价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是2022年的2月19号 这里呢是橙子有9毛9的甚至有6毛9的 这里的单位都是磅 这一磅呢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酒两 这里呢是华人超市 菜的种类跟国内其实差不多 你看这个冬瓜是7毛9一磅 这个是什么瓜9毛9一磅 冬天呢很多时候就是丝瓜萝卜 这是1块2毛9和7毛9 单位呢都是磅 这个华人超市呢属于稍微贵一点的 因为它是在呈现的 如果是洛杉矶县那边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青菜呢现在也涨价了 像这小油菜9毛9一磅 以前不到这个树 还有一块4毛9的 甚至呢一块9毛9的这个大芥兰 胡萝卜7毛9 美国这边呢很多人认为这个肉比菜要便宜 其实呢这里的那个菜还是比肉便宜的 像这个是10磅的土豆 3块4毛9一大袋子 现在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卖肉的 基本上呢就是猪肉牛肉羊肉鸡肉 跟咱国内的种类其实差不多的 基本上都是2块9毛9 3块5毛9 2块6毛9 2块2毛9 甚至还有6块9毛9的 这个鸡是最便宜的 有一块7毛9的 然后呢还有一块09分的 甚至9毛9的这个大鸡腿 我不是太会买菜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价格 比如说都是鸡腿 有一块7毛9的 有9毛9的 那我一般就买那个一块7毛9的 因为贵有贵的道理嘛 这个是排骨 2块5毛9 这样整事的 它还是可以帮你切开的 我就买了一块 然后现在这边是鱼的柜台 鱼基本上呢都是两三块钱 一磅这样子 洛杉矶这边的超市呢 它有一个服务 就是你买好了鱼之后 它帮你清理 然后免费帮你炸好 所以我经常会用这个服务 这样拿回家里呢 就可以直接的直接炒了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吃法 今天呢有卖海螺的 海螺呢是2块4毛9 这个我上次买过 一磅大概可以买2到3个 这里是5块9毛9一磅的虾 大家觉得这个物价 跟你家那边的物价相比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评论 谢谢